READY 哈囉各位電玩小思沛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幾天不見有沒有很想我啊 我知道你們都有 只是害羞不敢說對不對啊 好啦最近大家有沒有覺得 Xbox 360的遊戲好像有一點點少 不知道該玩什麼才好呢 你這樣想的話那就不對了 因為呢其實台灣微軟還是有很多Xbox 360的遊戲 準備要陸續推出啦 什麼你不相信嗎 沒關係跟著我來看看就知道囉 保證讓你眼睛威脂一亮 台灣微軟日前舉辦了新遊戲媒體說明會 展示了預計今年下半年要發售的各式強打遊戲 其中最強的主力當屬9月20日要發售的超暴力大作 戰爭機器3全中文化的內容要讓玩家熱血沸騰 緊接著還有10月要發售的賽車遊戲 極限競速4中文版 嘗試問頂賽車遊戲的王者寶座 11月則有紀念最後一戰推出10周年的 最後一戰中文複刻版 讓玩家重新回味名作的感動 在Connect的體感遊戲方面 也有五動全身2 Connect的運動大會2 Connect的星際大戰 Connect的迪士尼大冒險等等遊戲陸續上陣 從現在到年底幾乎每一個月都有強打遊戲發售 超密集的遊戲公式 玩家們可要有心理準備 荷包要大失血囉 最近物價一直漲漲漲 錢都已經快要磨夠花了 尤其是這時候還看到自己很哈的限量商品 那真的是會選自己的口袋不夠深啊 像這一款星際大戰的TK通魂主機 真的是超酷的 看得人家心癢癢 好 不管我拼了 不管怎麼樣一定要買一台來玩 現在趕快成全去吧 對於星際大戰的粉絲來說 接下來要公布的消息 絕對會讓你瘋狂 微軟日前宣布 強體預計紀念底發售的超大作 星際大戰Connect 推出超強同魂版主機 不帶Xbox360的主機造型 綁造電影中R2 D2機器人的藍白相間造型 而遊戲手把則以C3PO的金黃色為主 加上純白色的Connect體感攝影機 320G大容量硬碟 兩片遊戲光碟 獨家的下載內容等等 全套加起來只賣449美元 真的很超值 讓人看了就按耐不住想敗家的衝動 這個星際大戰體感同魂主機 真的殺傷力十足 而遊戲本身也支援體感操縱 玩家能以手舞主導的方式 在遊戲中化身絕地武士 揮舞光劍進行戰鬥 親身感受遠力的強大 更是微風淋淋的力 喜歡軍事戰爭遊戲的玩家 今年底一定會覺得很過癮 因為決勝時刻 現代戰爭3 以及戰地風雲3 這兩款大作要硬碰硬 感覺起來一定是最最精彩的對決啦 尤其是戰地風雲3 它感覺起來來勢洶洶 看來很有機會 奪下今年軍事戰爭遊戲的龍頭寶座 可見非常值得密切注意唷 美商議店信心滿滿的軍事戰爭遊戲 戰地風雲3 在今年的一三展 渴望大獲全勝 不到獲得全球超過40個媒體 給予最佳遊戲的肯定 更被視為挑戰決勝時刻 現代戰爭3的最大敵手 來勢洶洶不容小看 而戰地風雲3 將在今年10月25日推出 也讓全球的玩家摩拳擦掌 屏息一代 而日前 戰地風雲3 也公布了最新的遊戲畫面 玩家能在法國巴黎 展開激烈的槍戰 另外遊戲也內建社群功能 Battlelog 玩家可建立與朋友的聯繫網路 並統計玩家的各種戰績 最棒的是這樣的服務 還是完全免費的喔 喜歡軍事戰爭遊戲的玩家 趕快磨練技術吧 戰地風雲3的挑戰 可是很殘酷的喔 喜歡格鬥遊戲的玩家呢 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不同遊戲 的主角可以來個穿越時空 夢幻大對決啦 所以呢當快打旋風 還有鐵拳這兩個遊戲 說他們要攜手合作的時候 所有的玩家真的是樂滿囉 而且呢現在還有更多的新人物 要慢慢地公布出來 看著安娜我都已經熱血沸騰了 好想趕快玩到遊戲喔 今年的美國漫畫展 如火如荼的舉行 Capcom公司也順時發表了 眾多旗下作品的新內容 像快打旋風 Cross鐵拳 這一次公布了許多的新角色 甚至連遺忘旨在背景出現的 電信女訓獸師《猛毒》 以及鐵拳系列的怪異武士《激光》 在本作品也首次上場 結合格鬥遊戲兩大精彩作品 快打旋風以及鐵拳人生的本作 將生路兩座的人氣角色 實現華麗的格鬥畫面 挑戰玩家的極限 讓兩拍的擁護者一笑高下 無論是習慣快打旋風 或是鐵拳操作的玩家 又或者臨時各種好手 或是初次接觸格鬥遊戲者 都可以在本作中 輕鬆享受格鬥的樂趣 而快打旋風 Cross鐵拳的最大特色 就是可以組成雙人隊伍並行戰鬥 對戰中 能夠自由地讓同伴輪番上陣 除了遇到危機時 可以換人上場 還可以和同伴發動連擊攻擊喔 七龍珠 又是七龍珠 遊戲真的是多到處不玩耶 沒辦法 誰叫七龍珠呢 就是賣座的保證啦 而且呢 這一款新的作品 七龍珠Z 終極天下第一 看起來還蠻有原作漫畫的風格 應該是不錯玩 到時候我也要來試試看唷 日本漫畫大師鳥山銘創作的七龍珠漫畫 雖然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連載結束 不過其不將反身的人氣 讓他的周邊產品以及動畫 遊戲作品出都出不完 而用萬代南夢宮製作 預定在10月28日推出的系列最新作 七龍珠Z 終極天下第一 在美國聖地雅哥舉辦的漫畫展 公布了最新的影片 除了完整重現了漫畫內的橋段 甚至還有對抗超巨大敵人的魄力場面 這一次七龍珠Z 終極天下第一 製作的兩大重點 真實度以及重現度 不管是沒接觸過七龍珠 或是早已經是忠實支持者的玩家 都可以充分地享受到七龍珠的世界 體驗到前所未見的遊戲內容喔 講到NBA籃球 真的是會讓每一個男生都熱血沸騰 尤其是那些傳奇的籃球明星 像Michael Jordan啊 還有魔術強生 真正是大家心目中的不朽英雄啊 現在的NBA除K12裡面呢 就還要推出三種不同包裝的新版本 這個遊戲搶傷真的很精明耶 搶錢不手軟 所以想要全部都支持嗎 那就乖乖偷錢買吧 講到籃球遊戲的第一把交椅 當然非2K Sports公司所推出的NBA 2K系列囉 而這一個較好又叫做的籃球遊戲 已經銷售超過十年 累積銷量數千萬片 甚至是史上最暢銷的籃球遊戲之一 而將在今年十月四日推出的最新作 《NBA 2K12》 別處新裁的推出三個封面包裝 分別像洛杉磯胡人隊的魔術強生 波士頓塞爾蒂克隊的賴瑞博德 以及支架哥公牛隊的Michael Jordan 借以彰顯NBA史上最傑出的籃球英雄 向這三位籃球英雄致敬 而這一次NBA 2K12 還會有PS3、PSP以及XBOX 360版本 其中PS3版本還支援PlayStation Move動態控制器 能用體感的方式來打籃球樂趣更多喔